作曲 李宗盛 我的未来是由我所住 跳成天的湖 完成这片樱幕 不断变的梦 直线加速 奔跑在文化的旅途 在了空间不是我独牙的音符 我找到我的幸福 既有平等不爱我福苦 创新演出我的天赋 掌心了闹吃的树木 西途春阳就漂浮 颜色背景下我联系飞行的角度 保持我的态度 我的未来是要无我所住 对一个动作我能完全投入 不断变的梦 陪我加速 但挑战我们的地图 我帮你看看 你用户名是什么呀 飞飞飞 非常美丽的剧兔 一二一三八 我用户名的数字是什么 他们说我的用户名跟名重复了 所以就自动生成了乱码后缀 这也有人能冲名啊 你为什么不识识本名呢 虎一飞 好像还没人注册 网络很危险的 我可不想泄露隐私 这个是交友网站 讲究实名制的 真实的照片 真实的姓名 真实的信息 否则别说是你的老同学了 连我们也不知道 飞飞飞飞飞飞飞 非常美丽的剧兔 一二一三八是谁 你要再不改我可抢住了 我正好要改用户名呢 这样我完全找不到呢 往一步你就只能叫 虎一飞一二一三八 不许动 我现在就回去改 我觉得他应该改名叫 大鸡血的风吐 这样就更容易认来了 对了光谷 你的脸胖上都加的是谁啊 是你的日本同学吗 帅不帅 他们都翻不了墙 这里面都是一些粉丝和读者 比方说这个 瑶瑶 她就跟我很熟 可爱 大眼美女 你见过啊 知道没有 不过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 她昨天还叫我帮她介绍男朋友 二谷 你觉得 你想帮她介绍男朋友吗 不是 我说把她介绍给我怎么样 你知道 网络社交这个东西就是交朋友高兴嘛 你顺手牵个羊 不是顺手牵个线 有句成语怎么说来的 害人害己 是皆大欢喜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太痛 我出五十个脸盘名 错了 哎呀 我还指望找几个发达同学以后能照着我呢 可脸盘网上碰到的 居然困到都不咋地 怎么会 你看 唯一一个从政的 现在在乡里做副村长助理媳妇 好不容易有个从商的 做的还是黄牛生意的 就没有一个城市娱乐影视业的嘛 拍大头贴的也行啊 岂有此理 脸盘网就是个坑间的地方 你终于发现啊 我昨天晚上弄了一宿 终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小学 初中高中大学同学会 一切都很合心 可唯独初中同学会 不肯让我加入 早让你用户名别提的那么复杂了 我改了真名啊 消息和头像都挂的是我自己的 可那个该死的管理员 还是把我给拒苦 她说 胡一菲同学已经过世了 她可过世了呢 不会是同名同姓搞错了吧 可办号不会错呀 你看 这人的管理员给我发了两个消息 经官方核实 胡一菲同学确实已于三年前过世 我们已和目击证人杜一确认 请尊重死者 冒名顶替遭雷批呀 你真的死了 那现在站在这儿的是谁 而且 看全死了我都不会死 还目击着 目击你个头啊 脑袋已经吃多了吧 敢造老娘的腰 杜一 这个名字我可能在哪儿听过 三年前有个纠缠你的初中同学 好像就叫杜一 你 是啊 我的同学你怎么会认识啊 你忘了 我还帮你接待过她呢 展望你在这儿 赶快帮我忙 这么快就回来了 你不是和杜一去约会了吗 这是我参加过最烂最烂的聚会 整顿饭头在那儿废话连篇 还自我感觉超好 我都快吐了 她说她一会儿要到公园来找我 你帮我来一下 她还会跟到这儿了 鬼知道她哪儿来的地址 一会儿你见了她 就随便选个理由 让她死心 我不会撒谎 你还是找别人嘛 放松 多大点事啊 你知道呢 我把握不好尺度 小时候每次撒谎 都会被老妈揭穿的 你也说我没有这方面的天赋了 你就说我喊妈会死啊 这有错 记住 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 千万别让她进来 我在这儿躲一躲 你出去来一下 你很忙 你很忙 请问 胡亦菲不住在这儿 你骗人 我就说我不善叫说谎嘛 你是胡亦菲的弟弟吧 我是杜亦菲的初生同学 我知道 你姐经常提醒我 没有 她让你死心 那你怎么知道我 好好好 你再搞定我 她在吗 你现在见不到她 因为她 她 很忙 我们死心了 再见 拜拜 下一个拿了 她在忙什么呀 我怎么知道 这她又没交代 那我自己去问她 你现在不能停止 你放心 我不会打扰她的 我只是想把这花送给她 真的不行 那你又不说她在忙什么 你也说我没有这方面的天赋了 你就说我喊妈会死啊 她很忙 忙着忙着 就死了 死了 她过世了 已经送走了 这么快 一切就是那么突然 所以你别再问 可一小时前她还跟我吃饭呢 啊 就是因为那顿饭 食物中毒了 不 不 因为她一直忙 抽空吃饭 让她的良心 很愧疚 怪不得她当时东张西望做理官 这就是前兆 这心脏病还是过老子 是的 不 啊 如果你真的对她的死有所愧疚的话 就不要再打扰她了 人都会走到这一步 我应该想起她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不是吗 你这个做弟弟的 倒挺想得开啊 可惜我们的爱情 要整 爱情 毕竟我是你姐爱过的 最后一个男人 别透了 我老姐说你 她说什么 她临走的时候 还一直念叨着你的名字 就知道她是个人 请允许我把这只花留给她 原来是这样啊 说瞎话不打草稿 爱过的最后一个男人 她不知道说这种瞎话 会产生多么恶劣的后果吗 你也知道 还有什么比我死了这种瞎话 后果更恶劣的吗 当时我也想过其他理由 就怕有破绽 这个对干脆 一了百了 是你给我的灵感 我 也不能全怪展博 至少她的任务 完成得很出色呀 最后多一再也没出现过 不是吗 这倒是 靠多敏情要死了算什么 脱脸了 现在所有出路统一都知道了 怪不得他们聚会从来都没找路 都是你害的 陆展博 不是我 对外口径统一是 过劳引发的心脏病猝死 别穿帮了 穿你个头呢 我根本就没死 你约出来的事 你给我擦干净 你现在就让脸庞忙 把所有人招过来 我看看我胡一飞是死是活 可他们问起来 要不我再给你编个合适的理哦 什么废话 把不信的偷偷找来 我跟他们说 请问 请问 你是曾小贤吗 是我 你是 关顾老师让我来的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瑶瑶 一定是搞错了 这一年头同名同姓的太多了 我等的不是你 那你为什么看我的主页 你的主页 这明明就是我的主页 你看还有照片呢 别闹了小妹妹 这恶作剧一点都不好玩 你主页放别人照片干嘛 这明明就是我的照片 你看衣服都是同一件 可除了衣服其他的 其他的也一样啊 嘴巴鼻子还有眼睛 你还认不出吗 谁能跟我解释一下 门口堆的那些菊花 是神马 哦 从早上开始就陆说 有人送过来了 建伯 我让你着急同学会辟谣 为什么门口会堆满了菊花 还有个经济策 而且大家都签了名 我都问你说的错了 以你的名义 让杜一发了一张同学召集令 可为什么没有人只有菊花 你又胡说八道了是不是 我哪有 只是 杜一反复问我怎么回事 我一时回答不出来 就说了一句 我姐想你们 然后呢 没有了 不是你让我少废话的吗 杜一以为今天是你的忌日 所以同学们就来表示了 我就不信了 就这破事还解释不清楚了 展伯 你再帮我召集个同学会 以我的名义 一飞 一个死人是没法召集同学聚会的 你只会招来更多的菊花 难道我就这么一直死下去了吗 也不是没有办法 我们按照正常逻辑顺水推舟办一个追思会 我想大家应该不会不来的 哪有自己给自己办追思会的 我觉得又说得没错 你不就是为了把同学召集起来吗 什么名头变不重要 到时候 你只要出来亮个相 哇 我就清楚了吗 好吧好吧 只要他们都能来 我一定会给他们一个大惊喜 哇 大愿是惊喜 不是惊吓 哇 万古神奇 你这个奸商 你居然忽悠我 那你 我我忽悠你什么 那个瑶瑶 完全是个冒牌货 什么九龄后美少女 什么宅男杀手 照片和食物完全是两个人 亏你还收了我五十个脸盆笔 我要给你差评 你 怎么会呢 阿秦 我一直最有诚心的 没有金刚钻 你就别懒瓷戏活 没有金箍棒 你就别穿小短裙 你怎么做生意的 对不起 妈的 我什么时候做那种生意了 明明是你求我的 就算是我求你的 你也不能随便拉个路人家来忽悠我吧 我都一把年纪了 我见一次网友 我容易吗 我 瑶瑶有问题 来的根本不是瑶瑶 我再也不相信网络了 不可能啊 我刚才还在她的主页上 看到你跟她的合照呢 你还想抵赖 你自己看看 那天来的人和之前的照片 完全是两个人吗 你不是争着一点说 是是 谁瞎了 我什么时候和这个美女拍过照 昨天下午四点三十分 有兔有真相 你 抗天的吗 陈老师 真人跟照片有出入很正常的 就像你买KFC的汉堡 广告里拍的 跟你买到的总会有些不一样 否则人家为什么会说 一切以史物为主 可我要的是汉堡 你却给了我年糕 你的意思是 瑶瑶的照片是PS的 何止彻底是两个人 我知道了 你不就是心疼你那五十个脸喷臂吗 我要投诉你 你 你去哪里投诉我 你这个 一飞 听说胡冰冰是你初中同学 你怎么知道 我昨天仔细地研究了你的经验测 谁还发现他的签名 她可是时尚高斯莫的手吸难膜 听说她后来是去做模特了 住不住名就不知道 天哪 太著名了 你認識這種等級的帥哥 居然不告訴我 他今晚上會來嗎 怎麼嘛 關你什麼事啊 我要認識他呀 要是我的好友名單裡 有這種等級的帥哥 我媽一定沒話說的 依菲 你的追思會 我能參加嗎 糾正一下 沒有追思會 這只是個名義而已 你也看上胡冰冰了 什麼冰冰 那就是那個封面男模 帥殘了 我跟你說 打酥打酥打酥 我著急他們來是說正事的 不是給你們吊凱子的 就是 別胡鬧美家 正事要緊 依菲 我在你的同學錄裡 找到了好幾個婚姻女士圈的 到時候不要讓我幫我接上 你給他搶不到哪去 喂 我的同學來 你們瞎起什麼勁啊 老人們不是常說 紅白喜事 都是社會交接的好機會嗎 不能錯過 我再說一遍 這只是個誤會澄清會而已 澄清了就散會 沒有那麼多公關環節 悠悠 你真是的 哪有讓死人出面的 依菲 你安息著 我們自己聯絡啊 我說了多少遍呢 這個是 我懶得說了 依菲 其實這樣的機會 對你來說很難得 你錯過了多可惜啊 我又沒有社會關係要調解 你想想 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 參加自己的追思會的 難道 你就不想聽聽別人在背後 是怎麼評價你的嗎 評價我 是啊 我們建議你 不妨把答案揭曉 留到最後 這樣大家都有充足的時間社交 別臉痛了 你直接多了 你搞得太離譜了吧 儘然有序 莊重火火 很有氛圍啊 你把白花幹什麼 這是之前送過來的 我本來要還給他們的 稍安勿躁 大家需要一個暖茶的過程 這樣等到時機成熟了 你的亮相才有效果 你就隨便攥著 說不定 收受歡迎的話的感動哦 這是誰呀 對了一飛 胡冰冰來了沒有 我怎麼沒有看到她 走了走了 沙發那個就是啊 这是黄冰冰 他怎么变成木乃伊了 听说的前几天刚出了车祸 面部重重 能出院就不错了 不会吧 你不是说人家帅惨了吗 这下可真是帅惨了 瘦死骆驼 兵骂他 破船还有三心地 不嫌弃 你干嘛 你拉上啊 人家刚遭遇不幸 你可别乱说话 尤其是别提车祸的事情 不礼貌 知道吗 放心 我最有分寸 听说您是导演真的吗 是啊 导演这活我都干了十多年了 北京那边我人头可熟了 哇还是北京的 我叫唐优是一菲的室友 您怎么称呼 小姓王 王导 其实您的作品很多我都看过 作品 你说是我那些的艺术品是吧 对对对对 一菲以前说您导出来的都是艺术品 客气客气客气 不瞒你说我这导的也不全是真的 还有不少假货 这还能导假的 赚钱嘛 就是你们常说的 这玩意儿利润高 来钱快 你还导A的 太低俗了 这别人导 我干吗不导呀 我这倒是有些新单子 你有兴趣啊 我是正经演员 演员 我这以前倒戏票 倒是认识不少演员 他们票都给我最低价格 你也有关照 倒戏票 恭喜发财 后会有期 别走啊 戏票没有火车票 月兵票我也倒啊 吕子强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娱乐小学打台吗 我在脸盆网上看见这个追思会 专程过来凑凑热闹 胃疼得可以 这是追思会又不是派对 这都能凑热闹 你也疼得不轻啊 拿人给自己开追思会的 这么隆重而诡异的场面 我怎么能缺席呢 一时跟你说不清楚 总之这不是追思会 只是变相的同学聚会罢了 那我更要参加了 我最喜欢和老同学叙旧了 这是我的初中同学 跟你有关系吗 没关系可以建立关系啊 交际是我的强项 这没人认识你 你又不是我们学校的 你是在挑战我吗 好 我接受你的挑战 你又想干嘛 加入你的同学会啊 初中这种猴年马月的友情 早就只剩刑事了 我分分钟都能建立起 更牢固的关系给你看 算了吧 你连名字都不知道 回想一下 每次聚会总能碰到几个 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同班同学 这很正常 我问你 你们班成绩中游没有特长 平时又那项同学叫什么 我不记得了 我说吧 现在我就是他了 走不瞧 老王 老王 我想死你了 你不记得我了 我是吕小布啊 我还记得你超过作业 我想起来了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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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怎么样 我也吓死你了 哎呦呦呦呦 哎呦呦呦 我来个老师 我放手了 楠楠小小不清 我又来 你拿我过来干嘛 我要你亲眼见识一下那个PS怪 然后我退款 我已经找专家鉴定过了 那张照片真的没有PS的痕迹 哈哈哈哈 如果没有披过 我就把这个杯子吃下去 我就咽不下这口气了 我一定要亲手拍一张他真实的照片 然后挂在我的脸盆网上 转个十万八千次 控诉这个虚假的社会 告诫大众隐隐为鉴 同时为我幼小的精灵 报个仇 嗨 邓老师 嗨 你来啦 这位是 你的粉丝你都不认识了 你 关顾老师真的是你啊 我终于见到你了 我是瑶瑶啊 我们经常在脸盆网上聊天呢 瑶瑶 你本人比照片帅多了 薛瑶 你本人和照片也不太一样 我照片上比较胖 你决定他看得见吗 反正我看不见 你急着叫我来有什么事吗 其实也没什么 上次我跟你拍了张合影 然后关顾非常的嫉妒 他也想跟你拍一张 我是他的粉丝 要拍也应该我邀请他 没事都一样了 来 废话手术 我帮你们拍手机给我 好好好 好 来 看我这边 一二三 茄子 好像照得一般 别生气瑶瑶 曾老师喜欢我做剧 你要不满意就删 你有没有向厕所 行吗 有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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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就是这样的 没有 你们这么年轻 你们 可是你告诉我们 我们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虽然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但回想起来 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就在他出事前 我们还那么好 那么好 我们那时候的感情很复杂 他一边忙着工作 一边有整天粘着我 他真是太执着了 这么说依菲跟你有那种关系 怎么说呢 我劝过他多少次 可他始终放不下 现在我终于明白 有一种爱 叫做痴迷 现在想想 这也是我的损失 毕竟 我是他爱过的 最后一个男人了 你怎么回事 会不会拿酒杯啊 怎么了 怎么了 你们服务员怎么回事 吓我一大跳 你这鞋子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别来着我 让我杀了他 叶安老姐 别激动我 我就说那个杜一吧 说瞎话不打草稿 要我不是你 他能那么精力发挥吗 不行 我当不了了 我要出去给他们看一分 你现在最多能证明你还活着 可你没法证明你和杜一是清白的 我 王八蛋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有一种爱叫做痴迷 我让他知道 有一种偷胶的骨折 哎呀 这都是先入为主 现在人人都以为你和杜一曾经有染 就算你揍他也无惧于事 最多算 事后破裂了 你 解灵还须寄灵人 辟谣要从根源上入手 别误会 我不是说我 我是说杜一 又不让我露脸 怎么扁啊 先不用动手 侧面警告一下试试 打扰一下杜一 有电话找你 谁啊 杜一 我警告你 如果你再跟同学们胡说 我跟你有一腿 你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腿 你怎么了杜一 依菲 胡依菲打来的电话 这你都听出来了 她的声音我太熟悉了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他一定是听到我们在谈论他 你搞错了吧 他都已经过十三年了 没错 他 一定是不想再提起那些往事 我们打扰到他的清静了 要不以后我们就别再提了 兄弟 我能理解 你们俩的感情 真是一段传奇佳话呀 都过去这么久了 还人鬼情未了 这太难被了 就是就是 像这种不堪回首的孽缘啊 换走谁 都会遗憾似的 依菲的载天之灵啊 一定会触景深情的 不用再说了 谢谢 冰冰 你认得我 当然了 你可是名模 我说我像名模 是你都不认识 我是说 我这样你都认得出来 关键是气质 我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一点小意外 抹杀不了一个男人 真正的美 终于找到知音了 你是这几天来 唯一一个没有打击我的人 我不是一个注重内在的人 我我我是说 我我不是一个注重外表的人 谢谢 谢谢 这是我新拍的杂志封面 这是我在尸骨以前拍的 今天刚发现 这才是你吗 谢谢 外猫咪的问一句 你车祸严重吗 我一辆自行车突然摔毁 我反应不过来 撞上隔离来了 脸吗 是车 我的脸撞在仪表盘上了 玻璃全碎 还疼吗 车速多少啊 七十万 不快 七十万还不快 七十万 足以把这个大约身撞上天了 对不起啊 我不是担心你的脸 有能不能恢复 你醒来的时候 照顾静静吗 还能看吗 老实说 你是不让我看 可以想象 会不会不对称啊 好多朋友对我说 气质是关键 有的时候 不对称也是一种美 会不会容易也没关系 反正可以再整了 冰冰 你小子没变啊 彼此彼此 那年期中考试 咱们一起作弊 要不是我帮你吸引监客老师 你可惨了 你还记得呀 多亏你了 兄弟 我还记 子强 你认识他 不认识 那你聊得跟真的一样 我在演他的同学 那你怎么知道以前的事呢 跟男生聊作弊笑话 跟女生聊情敌八卦 百发百从 初衷这点事 全国都通用 你看 听说刚才胡一飞的亡灵 给杜一打过电话了 听说刚才一飞显灵 来找杜一还钱了 听说当年一飞要堕胎 杜一不肯出钱 所以一飞 就自杀了 听说一飞当年 逼杜一买房子 否则就会想要打胎 什么 这你都不知道 太奥太 我眼熟啊 你是 张小红 快要笑不见 哎呦想死你了 哎呦想死你了 怎么样 我火了 直接杀了我 算了 难道一个电话的杀伤力 还不够显著 很显著 现在胆本多的 可以出八卦杂志呢 杜一的确以为是见鬼 只不过他的鬼话 有些跑偏了 干脆再直接一点 我把他们 全部杀了命 好 别别别别别 既然贾伯说杜一刚才接到你的灵依电话 还是有所反应 我们不妨 一不做二不休 我还有一个办法 没听理啊 难道说人类已经发明出自动PS的手机了 你是打算整个支下去 还是打碎了一片一片支 你们在说什么呀 没 没什么 我们觉得你很上交 我还觉得镜头把我照胖了呢 谦虚 一定是手机的问题 我们得重新拍一张 这次用我的手机 我要把这张照片上传到我的脸盆 能往主页上去 就这么的 搞定 你紧张什么 多好了 他传到网上要是被转起来 悠悠看到的话 我怎么解释啊 对啊 而且还是和一位 大眼睛美女的合照 你完了 我现在能帮你转 大眼睛 他不是美女 我是清白的 那要看悠悠信不信 反正 我信了 你这是嫌我于补中补销吗 现在你至少多坑爹了吧 所以我们必须重新拍一张 必须抓到真实的瞬间 这样才能还我们清白 怎么做 就是现在 你们在拍什么呀 没有啊 刚才那个谷老师说 你这个动作特别特别的猥琐 特别特别的动人 我都忍不住拍了一张 真的吗 真的 这样也可以 我都忍不住 你到底想干嘛 没什么 我就想知道 现在整个医生靠不靠谱啊 我的大夫技术还不错 我以前的鼻子 就是他做的 做的 不会说出去吧 不会的 说出去也没用 反正现在也没了 我不是对你的脸感兴趣 我是对 整容感兴趣 你以前 也有整容的经历吗 开玩笑 我纯天然的好不好 否则 怎么叫天生励志呢 我不是嘲笑你啊 以前整过没关系 以后别整就行了 好像也逃不掉了 是 等一下 你别 好气吗 很多明星以前都出过意外嘛 过去之后 不照样登台 对 晋喜善 崔智友 袁斌 他们都是越正越有人气的 袁斌 胡说的吧 你难道没有发现 他以前的下巴不是很立体吗 就 就你这样的 还挑剔人家袁斌 我看他最少没有不对称吧 你别生气啊 你还没加我脸很好呢 你介绍立志豪吧 让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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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姐关照过 请你一定要替他上炷香 应该的 毕竟 我是泰国的最后一个男人 那我不打扰 一飞 别来无恙 你也是啊 谁 谁在说话 读一 看这儿 叶飞 别怕 我有好多焦焦话 想当面对你说 不不不 我一定是喝多了 一向怎么会动呢 因为你心里有我啊 我问你 你为什么在外面灶我的眼儿 我不是故意的 真的 真的能想我吗 我再也不敢了 是我不好 是我虚荣 我要面子才这么说的 我给你的 你将会莫莫莫的机会 立刻到所有同学面前澄清你的谣言 听到没有 好好好 我一定承认 你的死 跟我没有关系 一定没有 你千万不要来找我 你还愣着干嘛 给你三分钟 信不信我爬出来啊 不是 不是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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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同学出什么事情了 鬼 我 我一定知道鬼了 你一点没有变 还是和以前 一样胆小 你咋没啊 是我屡小步 你不记得了 嗯 嗯 我想起来了 听我说 我是混蛋 易飞跟我没有关系 就这样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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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但建议你出去之前先弄得干 做得干 谢谢 动音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你真的发出来了 她是从马桶里 动音 动音 听她们说您是拍片子的 没错 我是一菲的好朋友悠悠 可算是找到你了 真遗憾 一菲生前都没见到最后一面 说来已经有三年了 没事以后有机会 对了 作为她的老同学 你会不会专程拍部片子纪念她 我是演员你可以找我 拍片子 如果一菲生前肯听我的话 到我这儿拍个片子 也许现在就不会这样了 你还邀请过她 我找过她很多次 她都没空拍 可她专业不对口啊 拍片子这种事还得找我 我很专业 也行 反正我们那儿收费不贵 收费 这是新的潜规则吗 就算我不是明星 也不至于倒贴吧 谁来拍都得收费 这是规定 好吧 只要能多拍 收费就收费 这哪能多拍啊 X光是有辐射的 X光 我是日光医院放射科副主任 我姓王 如果有需要 随时来找我 拍片子 医生你好 医生再见 小姓妈 你怎么了 不不活了 不是说一飞有同学 是拍广告的吗 为什么找了半天 不是导演 就是放射科的 我还有多大事 你可以问我呀 你又不是她同学 问你有什么用 我猜 那个戴帽子的一定睡 不用问了 她叫叶长青 买团村香味 团村 那那个穿背心的一定睡了 她叫陈小荣 做股票 你怎么都知道啊 我现在已经是他们班的重要成员 每个人都知根知底的 熟得跟葡萄班似的 扯了 我才不信你 吕小布 老张 我刚想起来 我还欠钱呢 吃了 别介意 老同学 多包涵 好 杨阳杨阳 你背上怎么有番茄酱啊 哪里啊 在那边 那边 后面 有好多啊 在哪 在哪啊 好 好 喂 请问你们还有点点什么吗 今天点满三瓶瓶锐 就送洋葱去 不用不用 我的洋葱过敏 她连脚相机都不好 还怕洋葱 我从小就这样 一碰到洋葱我就流眼泪 熟的也不行 好 那就来两份洋葱 生的 老家再带一把刀过来 谢谢 那是我们的癖好 少吃一顿都不行的 你要是过敏 别吃就行 是吗 我以为你碰它 哦 好 哦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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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还是求求在改变 你是否用心发现 我猜你也想靠近吧 直到我睫毛轻摔着你脸颊 直到你低头就闻到我长方 这想法真需要你句话 更靠近吧 两手的人量把距离都融化 在你身边黑夜就不会害怕 你说好吗 我都默想下一刻 下一秒愿你回答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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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